做很多的解释 然后呢 至于呢 设立子尊者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请看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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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禅定 这个禅定是成立的 这个禅定是成立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说这个是成立呢 因为恶归道的终生 他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是谁呢 因为他有这个野力 罪野 所以我们人看到的谁 他都看不到 在他看起来呢 是一种这个血啊 浓啊 这样子的很肮脏的东西 他看不到 这个是他的野力 那人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就野力啊 就是比较贼野 野章 比较迁一点 迁一点 所以他看到的呢 当然是跟这个无知的本性 是稍微就接近一点 就是比这个恶归道 他看到的这个层面呢 还要高一个层次 约是高一个层次 就是约立的这个本性呢 立的近一点 所以他这个说的是成立的 他的理由也是成立的 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 这个做水的不是 回想给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能够看得到是水 他们也可以喝真正的 就是像我们人间的 这样子的水 这个是他的理由 他说这个时候是我 因为我们的野力 坚轻了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水 在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平时是这个看不到是水 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血浓 那是我们的野力 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说 天空它是蓝色的 它蓝色的 为什么是蓝色呢 因为我们成都这样子的时候 就尤其是冬天 看不到是蓝色的 但为什么是蓝色呢 夏天呢 尤其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蓝色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蓝色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呢 因为就是有很多这个蓝蓝 这个空气不是很好 所以看不见 但是有些时候呢 就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 还是看到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天空是蓝色的 我这样子的话 这个理由是成立的 这个理由是不会有什么漏洞的 这是他的理由 这个承认了以后呢 然后翻过来再说 然后再说 再说什么呢 再说我们人的这种现象 刚才是人跟这个 这个恶归岛的众生 那之间的一个比较 现在是我们人跟这个 霸地菩萨的这个现象 之间的一个比较 这个怎么样比较呢 说然后我们人都是都一样 这个我们是最理解 最了解的 比如说有些人说 就我们看就有同样的 来到这个河边了 来到这个河边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河是水 我听说在密宗里面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水 它的本体是这个甘露 在密宗里面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这个就是水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它的本体 它的本体就是这个 它的本质就是水 根本就不可能是这个甘露 这个怎么是甘露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人就是吃这样子的观点 另外一个人就是说 他说他就是有这个 他就有其他的观点 是什么呢 他说我认为这个不是水 这个河的本体 这个河水的本体不是水 是什么呢 就是甘露 密宗里面这样的甘露 巴蒂菩萨也看到的是甘露 我认为这个是准确的 这个是准确的 我认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准确 这样子他们辩论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旁边有一个第三者 他就用这个真诚的这个因 也就是这种逻辑来证明 这两个人辩论的时候 他们的辩论没有一个 还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 他就出来说话了 他说这条河水的这个本质 是甘露 这个是甘露 这个是我的这个立宗 这是我的观点 我承认这个是甘露 同时也就否定了我们这个是水 这个就是甘露 这是甘露 那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明明看到 从来看不到这个是甘露 我们看在无中干管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它永远都是水 从来都看不到 在这个里面 我们感觉不到异地的甘露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是甘露呢 你为什么去否定 我们明明看到的是水的这个观点 然后他说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的理由就是 因为修心人 修这个本尊的法 修本尊的法 就是密法里面讲的这个本尊的法 然后修成了以后 成就的时候 本尊赐给他这个成就的时候 当然这个赐给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想上帝赐给我们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自己修成了以后 就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自己修成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这个佛菩萨的加持 他得到佛菩萨的加持的 那个时候 他看到的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 他看到的都是清净的现象 如果这个物质 如果这条河的本体 他不是甘露的话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个成就的时候 他为什么成就的时候 把这条河看见是这个甘露呢 这个是因为他 他没有成就的时候 当他没有成就 业障比较神重的时候 他看的是河水 业障比较就是适当的减少 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他看到的不是水 就是甘露 所以因为他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的业障比较神重 所以看不见 他适当的减少了业障 他得到了一些一部分的成就的时候 他看到的都是比较清净的 比较清净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他的本质 这个本质是甘露 这个是我的理由 然后同质周边是什么呢 那如果修了本尊法 那修本尊法也好 修什么法也好 修成的时候 所看到的东西 一定是这样子吗 这个叫做同质周边呢 是不是一定的 这个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 他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另外的这种现象 这个就不证明什么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 有有有这个野障啊 就是我们就天空 这个有乌云的时候 密漫的时候 我们看天看不到蓝天 但是呢 这个不能说明 这个天空不是蓝色的 这是因为是有云 所以看不见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水 就是看这条河 就是水 就是水 但是这个是不能证明 它的本体也是水 因为这个是有 有有有这个野障的现象 修了本尊的法 也就是说修法修成了 也就是中午的时候啊 我们也不需要 也可以这个书里面 就是说本尊的法 所以我说是本尊的法 其实不需要说本尊法 就是修法修成了以后 证悟了以后啊 比如说我们证悟 修行到达这个八地菩萨的境界 从先宗的角度来说 得到这个修到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看到的不是 不是一条河不是水 不是现在的这个水 那个时候这就是 就看到的就是甘露 那这个甘露呢 这是这是它的这个本体 这是堆的 这个是准确的 这是一丁的 为什么是一丁呢 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减少 减少减少减少这个业障的现象 有业障时候的现象 没有业障时候现象 这两个那一个是准确 这个任何人都会说 没有业障时候 所看到的是真实 有业障时候看到不真实的 这个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另外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中一个人就是得一种病 就淡病 那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的所有的白色都是 变成这个黄色的 没有看不到白色的东西 看败枝也是黄色的 然后没有这种淡病的人 他正常情况下 他看这个败枝 就是败色的不是黄色的 那这两个现象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白色 同样的一张纸 那这两个当中呢 那一个是真实的呢 我们肯定会说 没有这个病 没有淡病的人 所看到的是准确的 有淡病的人看到的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淡病的人看到这个黄色 是因为他的病 因为他有病 所以这个他看到的是黄色的 那个另外一个人 他看到的这个 他看一张败枝是白色的 为什么说他是准确呢 因为他是没有这样子的病 他看到的应该是正常 正常的 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是准确的 我们会这样子说 那既然是在这个上面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承认的话呢 那另外一个上面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一样的道理了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是很确定的 一定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同频周边 一定是这样子 减轻败罪业或者是正悟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定是比没有正悟时候 所看到的还准确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说正悟的时候 所看到的比没有正悟时候 所看到的还不准确的话呢 那就是越正悟就越颠倒 这样子就是这个是说不通的 所以他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呢 是成立的 这个是成立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明白了 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是水 就是这个物质的本体 就是这个甘露 但是呢甘露是什么 甘露就是天人喝的水 就是像我们人间的 就是比较好喝的饮料之类的东西 比这个有可能是再高 高一两个几倍 或者是几十倍的当词 但是呢还是是一种液体 那这个也是相对的 还不是真实的 另外在这个上面 还有佛的境界 然后佛的境界 跟八地菩萨的境界 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八地菩萨的这种 这个现象啊 又变成了这个 又变成了这个 不准确的了 那最后是谁的准确呢 最后就是 唯一的准确的是 佛所证悟的这个境界 才是真正的这个准确的 其他的除了佛证悟的境界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不同的现象 虽然是在他们之间 在相比之间 就是有准确和不准确的差别 但是呢 这个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绝对的准确 都是不是绝对的准确 都是相对的准确 最后在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啊 这才是真正的绝对的这个准确了 佛的境界就是绝对的准确 这样子这个 这样子就证明 能够证明 能够证明 这是一定会能够证明的 一个 一中仙 一个五体 有两种不同的现象 这个我们 显密公认的 仙宗和密宗公认的 小城佛教都是这么说的 小城佛教里面经常 经常也讲到 比如说 母见恋 母见恋的这个 母亲 多地狱的时候 就通过母见恋 佛的这个加持 他从这个地狱里面 揪出来了 揪出来了 来到人间的时候呢 但是他还是 这个像恒河印度的 恒河这样子的水 他就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不是水 从地狱里面揪出来了 但是没有用 但是没有用 他这个人间的这些 水这些都看 他看到的 还是过去在地狱里面 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揪出来了 也没有用 这个是 宪宗里面讲的 还有这个小城佛教 小城佛教里面讲 就有一次 有一个圣者 去这个 地狱 当然不是他是夺地狱 那就是去度终胜 就去恶鬼祷的时候 他发现 有几个恶鬼 有一个女的 然后他身边就有几个恶鬼 然后那个女的 他出去的 他这个生者到他们家里去 花园 花园的时候 那个女的就给他吃的东西 然后他说他要出去一下 但是他给他 他给这个生者说 如果等一下这些恶鬼 如果像你要吃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给他们 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 这些恶鬼 像他要吃的东西 他就给了 给了以后 在生殖他的手里面 在他的手里的时候 就是食品 但是给了这些恶鬼的时候 一个恶鬼到他手里的时候 这就是变成了他自己的柔 另外一个在他手里的时候 就是变成了这个铁 烧烘了的铁 就是这样子 这个都是因为耶利的现象 一个五体 一个五 一个五体 在生者的手里 就是吃的东西 在这个恶鬼众生的 这个手里面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是 小城里面也这样讲 这个是鲜密工人的 然后我们 这个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像 威莫皆经 这样子的 显宗的 这个大家工人的 这样子的这个经典当中 讲得那么清楚 然后霸地菩萨以上的 这个霸地菩萨 所看到的现象 是情境的现象 这个所有 所有显宗 都会这样子承认的 所以这个里面 只要是 凡是承认佛教的人 这一点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 争论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 问题就是什么 问题就是 那这个 无知的本体 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境 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 但是这个 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 如果你说 无知本体 不是 无知的本体 不是情境的 本体是不情境的 那霸地菩萨 他是修心 因为他修心 所以他就看到的是 这个 他看到的是 情境的现象 如果这样子认为的话 那就不对了 那就是 那实际上 就在说什么 在说 我们看到的是 无知的本性 霸地菩萨 他看到的 不是无知的本性 他是霸地菩萨 看到的是 一种幻觉 那如果他 不是无知的本性 那他就是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现象 他所看到的东西 不符合 这个无知的 本体 那样子的话 那肯定是幻觉 那肯定是幻觉了 所以 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个不成立的 但是 显宗里面 就是没有腔调而已 没有腔调这种 这个说法 三传法论里面 虽然讲了 虽然提到过 但是也没有那么强调 谜法里面 就是非常强调 这个观点 不仅是强调 这个观点 而且有非常完整的 这个修法 观点的后面 要修法 光是一个观点 光是一个见解 没有修法的话 那就是一个理论 没有时间一样 有理论 但是没有时间 没有方法 那是没有用的 就是这样子 这个见解背后 见解的后面 是需要有这个修法 那显宗里面 就是通过长时间的修行 它慢慢逐渐的 编成了情境的现象 但是没有一个 一个正对性的 这样子的修法 弥法里面有 那个是什么 弥法里面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升起次第 这叫做升起次第 另外一个 比如说 先宗的这个 这个 举舍轮 里面讲的这个宇宙 讲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样子 就这个和十轮金刚 密宗里面的十轮金刚里面 讲的这个 又是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和宇宙 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两个都是佛硕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 然后十轮金刚的结识 这个结识文里面 讲得很清楚了 十轮金刚的结识 还有一个就是 般若经的这个结识 都是一千多年前 写的这样子的这个书 这样子的文献 那这里面讲 为什么十轮金刚的这个宇宙观 世界观 跟这个 居尸轮的这个 这个世界观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这就是说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无论是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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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轮金刚里面讲的宇宙 也好 世界也好 还有这个 巨尸轮里面讲的宇宙 都是不成立的 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都是不成立的 然后从始祖地的角度来说 这两个这个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因为 因为这些都是吸引的现象 所以 所以 这个 都是有可能 发生改变 比如说 有些众生 在 在某种 这个 时间和空间 的时候呢 有可能 他们看到的世界 有可能是 像居尸轮里面 讲的一样的 另外一个众生 在另外一个特殊的 这个 时间空间当中呢 而是另外一个众生 看到的 这个世界 有可能是 这个 生一地 这个 十轮金刚里面 讲的一样 佛就是为了 专门就是为了 这个 断除 对这个 宇宙 对这个 世界的 这个固执的 这样子的观点 他为了 断除 破除这种观点 所以就是讲 不通的 不通的 这个世界 这个 闲名里面都讲了 所以 一个物体 有不通的 这个 一个物体 是有不通的 不通的 这个 现象 不通的 现象 这个 因为是 这个 形的 现象 那我们 现在认为 这个 地球 是 一个 球星的 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 无体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 如果有一个 其他的现象的话 我们立即就会说 这个是不对的 不准确的 地球应该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那样子的 可以这样子说 我们六十多亿人来说 可以这样子说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 准确 就是 对我们来说 这个 这样子的 宇宙 这样子的世界观 是准确的 如果说 另外一个世界观的话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不准确的 但是呢 也不能否定 因为我们看到了 所以就一定是这样子 也不能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观点 这个是很容易真实的 很容易被真实的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证据 而且这些证据 除了佛教以外 就是在我们一些这个 哲学里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太很有说服力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一些 自然科学里面 我们就 很多地方都找到一些 一些证据啊 一些证据 但是他们的这个证据啊 证据是有局限性的 它只能证明 部分的 部分的问题 它不能 不能证明一个 像佛教里面讲的那样子的 这个很完整的 这就是说 一个世界 一个无体 不同的人 看的时候 就是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人的眼睛看 这个 与这个世界 是有颜色的 色盲 他 看的话 这个是 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如果我们六十五亿人 当中啊 就是 只有一亿人 不是色盲 另外 六十四亿人 是这个色盲的话 那个时候 肯定会说 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如果有人说 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话 这个肯定会说 这个是不准确的 因为多数人 就是这样子认为 多数人 他们认为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 我们大家 那绝大多数的人 在正常情况下 看到的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少数人 就是看有另外的这种 这种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正常和不正常当中 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 结枝 没有一个界限 多数人 在平时怎么样看 这个叫做正常 少数人的 在或者是少数人 或者是特殊的空间 特殊的时间当中 看到的都叫做不正常 平时的这个 绝大多数时间 空间 绝大多数的人 看到的这些现象 我们认为是真实的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 真实不真实的界限了 我们认为多数人 就人看到的就是真实 少数人看到的 就是不真实 不准确 这是我们的 这个分析的方法 其实这个是错的 错误的 不能这样子 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也好 人的这个感官 它是可以升级 没有升级之前 跟升了级之后 升了级别之后的 这两个现象 无论是多数是谁也好 升级没有升级之前 是错的 升级以后所看到的 当然是这个正确的 哈勃王源井 一放到天空 这个太空以后 首先它出了一些问题 它拍下来的这些照片 都是模糊的东西 后来去调整了以后 就是看到的都是 这都是拍下来的照片 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两个之前是 那个是对的 当然是修正以后的 这个才是准确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呢 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 就是父母生下来的时候 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从来没有去升过什么级别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 当然是不是准确 那通过修行以后呢 才是可以这个 可以真实 可以准确的 这些都不是 都不是讲神仙的这个境界 都不是讲什么 神神秘秘 这个就是将我们人的这种 人的这种体验 我们在讲人的体验 我们没有讲很神秘的 很上帝的什么意思 或者是这些我们没有讲 我们讲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来说 对我们从来没有修过心 从来没有修行的人来说 还是很神秘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科学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没有科学知识的人 去听量子力学 不就是非常神秘吗 但是这个是科学 不是神秘 这个就是这样子 相对论也是 相对论也是 我们没有科学头脑 没有学过科学常识的人 去听 不就是很神秘吗 非常神秘的 这些都是很神秘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神秘 就是我们自己不懂而已 实际上不是神秘 一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讲的也就是人的 我们讲的都是人 人类的一种这个体会 只不过就是不是我们 职场生活当中的体会而已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证实的 当然最后最后我们讲的 这个佛的这个经济 只有我们证悟了以后才知道 我前几天也讲过了 这个就不是我说的 我们的这个上师 大人上师 法王如意宝他讲的 就是我们如果要 要要去了解这个佛的境界 或者是去要了解这个空性 或者光明的话 那你想知道什么是空性 什么是这个光明 什么是佛的境界的话 真武的时候 真武大圆满的时候 我们才有对佛的境界 有一点点概念 在这个之前 我们怎么讲都是没有太大的 就是我们的预言 就没有办法接近 我们的预言是没有办法接近 这个境界 为什么我们的预言 是我们自己创造 人类自己创造 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用来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就是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预言 这样子的预言 这样子的低层次的预言 怎么能够标大 那么深奥的东西 没有办法了 只有自己去体会 真武的时候 真武大圆满的时候 我们对佛的境界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概念 在这个之前没有办法了 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了 正武的时候就知道 禅宗的这个民心坚心 正武了禅宗的民心坚心的人 稍稍知道 但是这个不是佛的境界 但是他跟这个 跟佛的境界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他就他比如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光明 空性这样子的资源的时候 他就是在他的心里面找到一些答案的 这个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光明 什么样子叫光明呢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光明呢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光谱上的这所有的光 都不是我们现在的光 又不是我们现在的明 光明都不是 除了这个以外 还能有什么光吗 没有了 光明空心这些都是这样子 你们看这个佛经的时候 尤其比较看比较神奥的 这个佛经空性 光明如来藏啊 等等的时候 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能够找到一点点相似的答案的时候 有时候对这个空性 有一点点比较好 也就比较好一点点的这个理解 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体会 这个体会就是一个 证悟的一个庙头 可以说就是一个证悟的熟光 就是像太阳还没有出来时候的光一样的 这种人呢 他对这个佛的境界有一点点概念 他就大概的知道 大体上知道佛的境界是这样子 除了这种人以外 我们再说也好 佛的境界永远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没有办法理解的 但这样子这个时候呢 证悟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才知道 那这样子 这个这是他的这个直接的推理的方法 直接的推理方法 你们一定要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们认为 这个是我们佛经上虽然说了 印度恒河穆建连的母亲 看到的是这个地狱的这种孩子那种现象 人看来是这个恒河 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是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不说 先不说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用另外一个 刚才说 蛇毛跟这个正常人看这个五体 或者是我们人类的眼睛 能够辨别这个广的一些光波的 这个波长的这种眼睛 跟不能辨别的这种其他动物的眼睛 一样的去看这个五体 这个时候的这个现象 看到的现象是一样的 一样的东西 他看到的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稍稍的这个结构上的 这个杆棺的结构上的 一个小小的这个变化 也导致这样子 如果从这个野里的这个现象 有更大的这个变化的话 那这个现象完全是有变化的 所以这个是很好容易 很容易能够这个证明 理论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这个我们还可以在延伸 很多很多方面 可以可以可以证明这个 但是这是理论上说 就是一种观念而已 要去真正要去整五的话 那还是那还是不是不容易了 那还是很难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将这个直接讲 直接讲一切现象是佛的境界 什么叫做这个有执着的人呢 就是像我们的普通人一样 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样 实际上也就是像我们看到的一样 或者是我们听到的 说这是我们感觉到的一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不认为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以外 再有其他的什么佛的现象啊 佛的坦诚啊 就是认为不存在这样子的这个世界 实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宇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子实际上也是这样子 一直都认为这个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观点呢 这个观点在心里面已经是这个根深低谷了 这样子的人叫做这个对这个现象啊 就是有执着的人 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认为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一直都是这样子认为的 这样子的人呢 对这样子的人来说 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现在我们想看到的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 这种人就是不太容易接受 不接受 不太容易这个理解 那这种人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证明 实际上就是我们不需要给别人证明什么 就是要给自己证明 要说服我们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切现象即是佛的这种观点啊 不是用来给别人辩论的 就是用来我们自己修心的 那我们修心的时候呢 首先呢 就是要说服自己 首先要说服自己 比如说 我们修 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啊 修无常的时候啊 首先我们要说服自己 以前呢 我们认为这个是这个 宇宙人啊 或者是这个万事万物啊 不认为是很这个很无常的 就是一直都有这个常见啊 一直都有常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个 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啊 这个世界就是无常的 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证据来 说服我们自己 嗯 为什么呢 嗯 那我们修心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啊 说服不了自己的话 这个修心是没有办法 进行下去的 这个没有办法的 那 呃 我们修心的时候 虽然是在修无常啊 但是呢 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无常啊 呃 同样的修空性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就是需要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啊 或者是就是说服啊 我们自己啊 说服什么呢 我们以前认为啊 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啊 是啊 非常实在的 嗯 永远都是存在的 就是实有的啊 实实在在 呃 一直都是这样子认为 嗯 呃 那这个观点呢 跟我们的空心呢 这两个空心 空心的见解和这两个是矛盾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修空心的话 首先啊 首先我们要去证明啊 这个万事万物啊 实际上啊 的确是空心的 嗯 首先要证明 嗯 首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证据来说服啊 我自己说服自己 然后让我们自己啊 接受这个观点 深深的体会到啊 这个是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不存在的空心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以后呢 然后才能够去修行 嗯 再能够去修行啊 要不然的话 这个修行是没有办法修的 嗯 观点啊 跟这个修行是矛盾的 嗯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这个世界啊 是存在的 嗯 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 在想什么呢 那在想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嗯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啊 就是有 有很严重的冲突 嗯 那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冲突啊 就因为有这样子的冲突 所以我们的修行啊 就是不会有 不会有效果 嗯 所以这个正直正前 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嗯 非常重要 嗯 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在这个 这个密法里面呢 呃 在讲啊 这个一切现象 即是佛的坛诚 嗯 其实现总啊 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呢 先宗的 逐流的这个 先宗的简洁 他是人为啊 这个世界 本身就不是这个清净的 但是呢 通过我们的修行啊 唱世间的修行啊 不清净的东西啊 把它转化为这个清净的现象 嗯 一般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 密宗呢 他认为啊 呃 这个世界啊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 他就是他的本本体就是清净的 嗯 呃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啊 没什么 没为什么没有证悟这个是清净呢 呃 因为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烦恼掌啊 啊 素质掌啊 这些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呃 有这么多的障碍啊 就是把这个无知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真正的这个面目呢 呃 本知呢 呃 就是这个覆盖了 呃 这个这样以后呢 呃 我们就没有发现啊 实际上现在就是啊 从不仅是现在从无事以来 呃 他的本体呃 就是这个清净的 嗯 鲜密两个呢 中间呢 只有这个差别了 其他的没有 最后呢 他们两个都认为 这个是清净的 嗯 仙宗他永远也不能不能不能说啊 最后在佛的境界当中 也存在这样子的不清净的现象啊 他也不能说啊 啊 不要说佛啊 霸地菩萨啊 连霸地菩萨的境界当中都没有办法承认啊 就存在这样子的不清净的这个世界 嗯 所以 这个最终啊 他也承认这个世界是清净的嗯 嗯 但是问题就是啊 是现在就是清净 他的本体是清净 他是从无事以来就是清净 还是啊 通过修心啊 就专化为清净的 问题就是在这里 嗯 嗯 就密法里面呢 也就是密法 还有这个宪宗的第三转法论的一些部分的 非常神奥的这些啊 宪宗里面呢 他就讲啊 这个啊 霸地的时候霸地一伤呢 啊 清净了这个呃 呃 罪业以后就是先先啊 呃 霸地一伤呢 呃 他不是不清净 呃 是清净的现象 但是呢 呃 他因为有这个呃 很多烦恼长 呃 所以这个看不见 呃 没有证悟 嗯 没有证悟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啊 显宗呃 也承认啊 这个万法是空性的 呃 都是空性的 嗯 但是这个空性呢 呃 呃 他是无知的本性 从无视以来就是空性呢 呃 呃 还是通过修心啊 呃 一个不识空性的东西 转化为空性 呃 呃 这样的时候呢 他们会说啊 呃 这个不是转化为空性 空性就是 这个一切物质的本质 呃 空性跟所有一切物质 万事万万法的这个本质 他是分不开的啊 呃 万法的本质 本质啊 呃 就是空性 嗯 所以就是这个也也不需要转化为空性 他本身就是空性啊 这个就是他的观点 嗯 然后呢 呃 显宗的部分的这个 呃 经典 嗯 还有这个 轮典当中啊 就是像发街掌啊 啊 还有密勒菩萨的暴行轮啊 等这些很呃 深奥的这些 嗯 经典 轮典呢 他虽然是啊 属于这个 这个显宗 但是呢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也在用啊 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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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利用 他也在用这个利用 什么利用呢 啊 就跟密宗是一样的 呃 呃 我们 嗯 没有办法啊 通过修行啊 转变啊 转化物质的本本体啊 这是不可以的 没有办法的 如果通过我们的修行啊 把物质的这个变本质 本体转化的话啊 那转化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结果就是一种幻觉 嗯 结果就是一种一种幻觉而已 他因为为什么 他去盖造了这个物质的本性呢 啊 那现在看出来的这个 现在看 看见的 那看得到的这个 呃 咸香啊 他已经不是他的本质了 这个就是在他的本质 上面盖造出来的啊 啊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现象啊 呃 顶多 也就是像 小乘佛教里面 这个讲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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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骨的修法一样 白骨观啊 啊 最多也就是一种这样子的现象 嗯 呃 所以这是不 所以这个就是啊 不不 呃 这个是不成立的 嗯 呃 物质的本体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个龙鼠菩萨在中论当中也讲过 呃 凡是能够改变的东西都不是他的本质 嗯 本质本体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啊 呃 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啊 所有万事万法都是通过他的淫缘啊 可以改变的 呃 可以改变的 呃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无知呃 这个这个我们的世俗地当中啊 就是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不是他的本质 那为什么不是本质呢 因为通过淫和愿啊 随时都可以改变 可以改造 嗯 他可以改造的 他是可以改造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无知的本质啊 那不能改造的是什么呢 不能改造的最后的这种现象啊 第二专法论来说就是空心啊 空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啊 用佛菩萨的智慧去啊 把无知的空心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这个改转化为不空的石油的啊 能不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 佛菩萨的这个智慧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啊 比如说一种这个很有说服力的逻辑啊 把这个空心的东西啊 啊 就是说啊 这个就是推 推理 说 这个是不空的啊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都是没有办法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本体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修心啊 一定要符合这个物质的本体 本质 我们的观点也要符合这个物质的本体 如果谁的观点不符合物质的本体的话 这个观点叫做错误的观点 为什么呢 他已经这个他这个他的观点呢 他的观点不符合这个时机 所以就是错误的啊 所以这个物质的本体是不能改变的 这永远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他是空心就是看空心啊 光明就是光明 永远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凡夫终生啊没有看到这个心的本性啊 那就是被烦恼啊 无人被无人了 这个是不是改变了他的本质呢 这个没有改变 他没有改变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就是没有让我们 没有让我们啊 这个争污而已啊 污质的本性是没有改变的 烦恼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啊 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 就没有办法改变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经常感受到 经常感觉到的这个痛苦啊 快乐啊 等等啊 这些这个感受呢 是不是他的本事啊 他的本质 不是他的本质 所以啊 这些念头 这些感受啊 就是啊 随着因缘啊 随时都有可以改变 所以这就是说明啊 他们不是物质的啊 不是我们的心的本体啊 本体是改变不了的 这个是啊 我们的这个显宗的经典当中也讲了 龙鼠菩萨的这个中论当中也讲了 他就是讲什么叫做这个本体啊 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 解定这个本体的这个啊 这个定义的时候 他就是说本体就是不能改变的啊 任何东西的通过任何东西都不能改造的 永远都不会有变化的东西 叫做啊 这个叫做这个 叫做这个啊 本体啊 这叫做这个物质的本体本质 嗯 哦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现在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物质的本质啊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清净的 嗯 它是清净的 嗯 不是通过修心啊 不是通过密宗的 神奇次第的修法 啊 把不清净的现象啊 专化为清净的 啊 不是这样子的 嗯 如果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一个很 啊 很严重的问题 啊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如果我们呢 通过这个 这个神奇次第的修法 把物质的本体改变的话 啊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问物质的本体是什么呢 啊 那物质的本体 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这个 还没有改变之前的啊 这种现象啊 还没有改造之前的现象 那那还没有改造之前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 嗯 嗯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物质的本体 啊 它的真正的这个 呃 这个本质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啊 那佛菩萨 或者是这个 这个神奇次第的修法 通过这些修法 长时间的这个修行 最终的这个结论啊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把物质的本质 是改变为另外一个啊 就是不是物质的改变 其实实际上啊 就是一种错觉啊 现在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只有承认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物质的本性呢 那如果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他的本性的话啊 那谁感觉到这个物质的本性呢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色神啊 那眼耳鼻色神感觉到物质的本体啊 他感觉到的是物质的本体 翻过来说 就是能够感觉到 能够感受到 能够证悟到这个物质的本性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 呃 眼耳鼻色神是肯定是这个准确的啊 那这两个是相对的啊 那一个是物质的 谁能够这个感受到 感觉到这个 接触到物质的本性啊 啊 这个有金 在我们佛教里面 这叫做有金 其实就是这个眼耳鼻色神 一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准确的 沪池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跨播 沪明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滑坡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食 要供焉供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2023儿童节 童俊小画家 提倡孩子善良与慈悲的教育为初衷 由郝老师带领孩子们创意发想 其中自在的彩画班体验课 童俊小画家 邀请大人小孩 同来度过彩色的午后时光 备有舒适下午茶点 倡导善良舒适的分享 课程与茶点免费供应 12人满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 下午2点到5点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报名电话 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副设停车场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 发车的红二号线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峰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戒纱如树 护生点灯 供水即舒适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峰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 至8614 驾询电话 南投峰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一共募福恩